歡迎收看我的熊老師 佩妮教數學 我們上一集最後有介紹到這個問題 四紅五白六黑15顆球一次抽4顆 當時我們就講說因為他的球數都超過我們要抽的量 所以他其實是重複排列是3的4次 當然不是每一次都這麼好啦 也會有需要真的要用討論的時候 來看這個情況 箱子裡有編號ABCDEFGGG9顆球 一把抓4顆出來有幾種結果 那我在這裡就預告了 就是說他是要用討論的 他不會答案剛好是什麼成什麼成什麼這樣就是 那所以你要把它分幾個類 那我們可以分幾類呢 在前面我們已經示範過幾次討論他的方式了 所以你可以說怎麼樣 我們這4顆因為你發現其他都只有一個 就是G有3個 我們可以分成怎麼樣 有3個G 2個G 1個G 1個G 和沒有G的 那可以按個暫停想一下分別會有幾種呢 對不對 所以如果是我3個G都拿到了 就剩1個 那ABCDEF總共6個裡面挑1個 如果我選了2個G的話 那注意剩下那個G不能再進來排了 所以ABCDEF裡面挑2顆 1個G 那如果是1個G的話呢 調3顆 4個G就 沒有G就調4顆 所以答案就是這4個加起來 可以嗎 所以是多少 1、6、15、20、15、6、1 所以是 6、15、20、15 當你上面是偶數的時候 它對半分是數字最大的 那你上面如果是G數的話 它沒有所謂的對半分 所以它中間會有兩個重複的 做久就會發現它有這樣的特色 所以合起來是 是56 OK我們看下一題 箱子裡有編號 一樣是ABCDEFGGG 我們上面是一把抓4個 所以抓出來都沒有差 我們現在是依序抽4個 那我可以告訴你 它一樣是 可以用剛才的做法 那但是要怎麼去調整 那自己按個暫停想一下 那我們最建議的做法其實是 用上面的方式去調整 所以我會建議你把它都抽出來再排 就是說 如果你要用第一顆球 因為我4個位置順序是不一樣的 那你要用第一個先抽的是G還是什麼的 這樣會討論起來比較複雜 那所以我們全部抽出來 那現在是抽出來但是沒有排列 那這個它但是實際上我們是要排的嘛 所以我們這個東西是什麼樣 3個G 所以它是GGGGX 那個X可能是ABC 其中一個嘛 所以它會是GGG 剛剛多講一個G X跟1 2 3 4排列 所以是4階除3階一階 如果是第二個呢 第二個的話它是 就是GGGGXXX X跟拳分別是ABCDF裡面的某個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用不同的符號 那配上1 2 3 4來 所以它是四階除2階 那你会发现就是说 它其实可以被写成是 一个看起来好像比较漂亮的形式 就所谓的C6取1乘P4取1 C6取2乘P4取2 C6取3没有错 这个是P4取3 因为它会是4接除1接 然后这个是4接 C6取4乘P4取4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你要懂 最好还是从这个 1对1配对 是几接除几接几接的角度去想 因为如果你学P 你对P的认识就是 几颗球取几个排列 你对C的认识就是 几颗球取几个不排列的话 那这个问题就会变得 这个算式会变得蛮难解释的 那当然如果你OK 你可以这样想 那学起来就也可以这样写啦 我没有说这样写不对 但就说我自己会比较习惯 写成这个形式 而不是这个形式 OK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 箱子里有2红3白4黑9颗球 依序抽4颗出来 会有几种抽球的结果 不得不说有一些题目呢 它要找到更快速的写法 是需要经验或者是 你因为算的就是比人家快 所以你有那个余力 停下来不马上写 先看一下好像怎么写比较快 这样子 那所以这一题的话呢 其实它比较好 能够顺利的把它分析完的方式 是我去分析这个 红白黑啊 各有几颗 可以吗 好 那因为黑球呢 是可以有最多的 所以我们写黑红白 我们可以接受400吧 对不对 那不会有040 所以4集中在一起的 只有这一组而已 那我们可以接受310吧 我们这个310在对调的时候呢 要注意到白不会有三个的 所以它不能接受什么 这个103和013 所以我们在这里是乘以4 那因为三阶对调的情况呢 还是可以想象的 那我们其实这个算是 这个蛮难的题目了 那它除了310之外呢 那就是211 220 220在对调的时候 就不会发生问题 但是怎么样呢 要注意 它这里只有3阶除2阶 只有三种而已 或者是怎么样 211 211的话 也是3阶除2阶 我们把它改成3阶-2 我们把它改成3阶-2 然后红球自己内部是没有东西可以排的 所以我们这样就讨论完了 所以总共是11种 那因为他的讨论的规模最后是很小 一开始可能会觉得很多 但是其实并没有 所以算是可以出的范围内 所以我们来看这一题 平面上话10条线可以交出几个点 那就跟前面那个10个点可以交几条线一样 因为每两条线交一点 所以它是C10取2 我们来看这个 画10条线可以把平面切割成几个区块呢 不画的时候 n等于0的时候 我们的区块写个k等于1 画一条线的时候呢 是2块 画两条线的时候呢 4块 你觉得画三条线最多可以切出几块 那他的答案其实是 1234567哦 有看出来吗 有猜到吗 那我们再做一个 做完就解答 4条线的时候 你觉得是几块 其实他要尽量多呢 就是要跟最多最多可以切几块 要跟前面的每一条线都相交 然后就会让你导致 所以我们第四条线要跟这三条都相交 它就会把这三条线在这里隔出的四块 产生多一份 产生多一份 所以他会再加4块 变1234567之后1234 有11块 那这样子你会发现呢 他其实在一开始是一块 然后一条线加一块 第二条线加两块 第三条线加三块 第四条线加四块 他的答案其实是 1加上1加2加3 这个1是零的时候 所以你N条线会加到N 所以他画10条线的话会是1 然后1加加加加到10 1加到10是55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56 三位数字里面有3的倍数的话 而且每一个数字都不一样 他这三位的数字都不一样的 有几个 那在这里呢 这个交这一题主要就是要 提供大家一个讨论 3的倍数的时候的方法 3的倍数的特色就是 他的数字和是3的倍数嘛 他有可能 三个数字都是3的倍数 可以吗 我们在这里书写的时候 我们按照这个 于 于0 于1 于2来分 这也是我们常常在讨论 3的倍数问题的时候 常常做的事情 就是说你 如果是一个数字的话 他于0 有可能是3 6 9 0 如果是于1就是147 于2是258 如果有在打麻将的人 就会觉得这些数字很熟悉 为什么呢 因为打麻将的一种 挫牌方式是把三个连续的数字 凑起来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你已经手上有3 比如说3万跟4万 这两张牌 你既可以等2万来凑2、3、4 也可以等5万来凑3、4 所以对你来说 2跟5是一组的 如果你的打牌的对手 就你的下家 他曾经在你打出2万的时候 不要的话 他很有可能 其实也不会想要5万 所以5万对你来说也是安全的 我们没有要交打麻将 我只是要说明说 为什么这样子的数字在玩麻将的人 嘴巴里常常出现 所以这个 我们刚刚讲 三位数如果是3的倍数 他数字和是3的倍数 他很有可能是透过 于0、于0、于0 三位都于0 也就是他可能是一个369 或者是309 这样子去产生的 他三位都是于0 这样他合起来就会于0 就会是3的倍数 他也有可能是于1、于1、于1 或于2、于2、于2 1加1加1、2加2加2都会是3的倍数 也就是说他可能是147 或者他也可以是8、5、2 那他还有一种可能是这个 于0、于1、于2 也就是他可以是345 对不对 这样也会是3的倍数 好那一个于0、一个于1、一个于1 合起来就于3就整出 这样子 好那就分这四类去讨论 所以他如果是由3个于0的组合起来的话呢 那注意就是这个百位、个位、十位是不同的位 所以我们在这里会用到的是P 或者你用连乘也可以 所以在这三个 这四个除以3于0的数字里面挑三个 然后排列 所以是P4取3 那我刚讲你也可以写4乘3乘2 如果是余1、余1、余1产生的就变三阶 那258就是说因为他一定要全用上 因为他总共也只有三个 会余2 然后他又要每个数字都不一样 所以他就会全用上也是三阶 所以刚刚1的这个也是啊 因为他全用上 所以147就自己挑一个位置放 那如果是0、1、2呢 诶 这有点特别 我在这四个里面挑一个就好了 这三个里面挑一个就好了 这三个里面挑一个就好了 那当然你也可以看到 你有可能看到算是写C4取1啊 就四个里面挑一个 然后乘C3取1乘C3取1这样 这个是4啊 这个是6 这个是6 这个是9、4、36 所以最后的答案就是 可以吗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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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